欢迎大家出席香港辩论超级联赛的赛事 今天的辩题是 首先请政方主辩发言 你有四分钟时间 在一个位置 大家好 当代人对网上社交需求不断膨胀 Facebook、WhatsApp、Twitter等程式大行其道 以Facebook为例 其用户数若有全球四分一人口 慢慢发展下来 用户开始依赖和集中于个别平台 结果市场形成被个别平台霸占的生态 加上用户慢慢形成惯性 令霸权开始滋身 霸权以至一种极不对等关系 霸权一方似多凌弱 令弱势一方不够伐信重 就例如地产霸权 是指地产商和星斗市民权力不对等 地产商持住垄断不同局务 帮助住屋商场令市民无法逃利 面对加租加价市民只能不够 将霸权概念放在社交媒体上 制止垄断市场的平台 使着自己占市场份额的大多数及用户关心 作出令用户不满的政策 为一己之利为所欲为 有两方面的体现 一、出卖用户资料 例如Facebook多次被踢爆 卖用户资料给苹果、亚马逊等公司 以博取盈利 二、言论审查 例如在美国大选期间 Twitter选择性攻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将户 被质疑作定自立场审查 以上种种手段 令网民对极权极为不满 网民开始发起有史以来 最大益的一次社交移民 例如转用主张反Facebook的Mivi、Color等 希望减少对传统社交媒体的依赖 众上所见 社交媒体罢权最合声的根因 在于用户对个别社交媒体的依赖 变相令自己陷入较弱势的一方 被罢权辱除真板上 互分析何为有效对抗 标准度在于社交移民 能否为用户充权改善权力不对等生态 而在座的位置不妨扩护一下对对抗一时的行业 大致激倒或者殲滅固然是对抗 大致小致令罢权未能得起 已经算得上是对抗 而一方正正见到 社交移民可以令用户对罢权社交媒体平台减少依赖 重夺选择自主权 可方赞成变体 有两个层面体现有效对抗 一、短期议建 转场其他平台 罢权无法得逞 罢权社交平台需要的是用户的资料和流量 用作广告分析图理 WhatsApp列出的私人条例 就是要求用户共享WhatsApp的资料给Facebook 目的就是为了利用资料作卖广告欲涂 用户私人在罢权下无法保障 而在社交移民下 用户可以过长度其他社交平台 少得勤贝私人圈指 多则工作交团都脱离罢权 包括Signal当时四日内急增750万下载量 这条羊在三周里面暴增2500万用户 移民用户可以减少在这些罢权上的足跡 令他们收集到的数据量减少 简单表述 即是罢权想收集我资料 我移民 令他拿不到 实际用户自己资料自己救 罢权未能得请 此举意是对抗直接体验 请问有方罢权平台收集少了数据的目标 得不成功得逞 为什么远算得上去有效对抗呢 而长远而言影响市场生态 助防罢权之身 社交移民下 我问多次永恒不同社交文体 除了令其他社交文体影响力上升 带来竞争外 关键在于社交移民本身就是市场信号 令罢权不潜在罢权 知道自己是遷就市场一方 而不是创造市场 令市场明白 还会有着选择和高流动性 社交媒体平台 因而对罢权式的经营却步 预防罢后媒体再出现罢权 改变市场风气 就请问有方 假若你认为社交应能保效 那你用什么方法才选上有效对抗 反正有方交出一个 接地扩持可行的标准 丁 现在有请反方主便 你有四分钟合议时间 准备好声说可以 可以 丁 主席评判 各位大家好 今天有方同学 最后问了一个问题 觉得社交移民没用的话 有什么方法才有用 真正的方法是夺回私信自主权 各位 今天有方达成前提前设很简单 但是觉得市民有选择权 可以选择由Facebook转去微微 由WhatsApp转去识怒 但是社交移民是否这么容易做到呢 事实上各大社交平台早已 占据我们的生活 即使已明白 兼有平台存在缺陷 对于种种现实限制 都未能实践社交移民 因此正如香港议信科技商会 荣教会长方向桥坦言 由单一事件引发的社交移民潮 近月已经行政 大多数人都兼用着各种的 偏向软件和社交平台 由此可见社交移民并是有方文 不那么简单 想做就做到 反问有方兼用说不算是 成功地社交移民 又做不做到有方口中的理处呢 要审视辨题 可以由以下几组关键节出发 第一 社交移民 其实社交移民并不是什么新私事 早于2020年 网民不满面书并并反对套用演说法 以控制展示内容 并发一波社交媒体移民票 又例如WhatsApp是今年的 1月7号更新私隐条款 强迫用户同意和面书分享个人的资料 部分网民取得跟WhatsApp分享数据 选择放弃或者转用其他社交平台 大部分市民由WhatsApp 面书间的程式 调去Telegram Signal VV等的申请词代 第二 社交媒体霸权 香港及澳门基普策研究会员 注文验指出当某产业或者平台独栏 并指验民众日常生活 甚至是掌握海内敏感资讯的时候 已经是掌握了成功权力 可以称为社交媒体霸权 例如储存私隐资料 容许或者封锁他人的横跨声音 影像上线文字平台发布的贴文 和刊登的消息权利 第三 有效对抗 今天有关要政立面提 节线政立社交移民 能够针对称意传取私隐资料 暂用允锁或者封锁他人发布 私隐资料等的霸权 迫使社交媒体 作出实质的改变 否则遍提理应不成立 便基于以下两大原因 第一 目标手段不符 创造新兴霸权 现况下社交媒体市场 有面书WhatsApp等的 社交平台独带 出现垄断局面 事实上所谓的社交媒体霸权 根本书发避免 一旦平台用户群拖带 社交平台背后的管理公司 最有陈的任意控制移民 存在个人私隐 简单而言即是成功实现社交移民 但是垄断情况 无关事都只会继续创造另一个霸权 香港恒省大学 权博学院副教授陈志杰解释 这些平台虽然有私人公司 以商业认识迎光 但是因为他们的存在和服务 已经变成了人们的一些伺服 然而社交平台的业务早已变得 将来利用市场优势略夺用户的 新闻资讯分析销毁行为 续行交易保理 巩固垄断地位 简单的有本学 以往由Facebook控制言论 社交移民之后改由BV控制言论 是不是都叫做有效对抗霸权呢 第二,加剧陪金效应助长社交霸权 近年社会占出两个弱化 社交平台成为陪金场 历史民只能听到三重立场的声音 然而社交移民之后 市民怒怒取暖的情况 甚至可能更高 长远年立场只会转加一下 甚至不牵击 为社会带来更大的不均定 而美国原种土特朗普被用言一试为例 特朗普支持者会转退使用BV 而反对的人会继续使用Facebook 到这些平台能使用者担忧 因此当社交平台需要再次随意控制言论度 不需要承受极大的论论压力 令到社交媒体法权更新出现 接下来新闻有方同学 认识社交媒体法权是否需要解决呢 如果需要的话 社交移民不停的官农会 又为何令法权消失呢 同学各位 再进入台上法文环节 现在先请政方自由派初会变原作台上法文 如果准备好请讲可以 是可以 是可以 叮 各位大家好 今天有方看有效效对抗标准在于 可不可以针对到法权 更加在我方主见问你反抗的时候 有方主见出来说 应该要复回私隐自治权自然的有效对抗 但实际有方说的东西和我方说的东西 是完全一样 因为我方正确跟你说 在社交移民之下代表了市场 并发了这帮用户是有选择权 并且有高能动性 可以自己遷就去不同的其他媒体 所以今天发团 明白到自己不可以再创造市场 这个就是夺回私隐自治权的体验 所以想简单问有空的 就是你不如提出一个方案 是切实可行 并且可以符合到你眼中有效对抗的方案 多谢各位 请反方主便回答 你有一分钟时间准备好请讲可以 可以 叮 主理评判长市的大家好 今天有方和我听错了 我说的不是私隐自主权 我今天从头到尾说的是资讯自主权 不是有所谓的图给他这个社交霸权 有方问我实质的改善方法 就好像美国要求Facebook分拆业 欧文就计划要求科技农筹 竞争对手和监管 监管经过分享指定数据 中国政科提出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罪抗章 这些真正有用的政策就是实际解决的手段 然后今天有方和我不断讨论 社交疑问一再逃避 没有去解决任何问题 谢谢各位 再到反方自由派出任何会变远 向政方主便提问 叮 评判主席在外打好 有方和我说社交霸权 社交疑问可以令社交霸权不能得起 但有方和我说 5月15号你口中的Facebook和YouTube商业的事实行了 是否证明了你阻止不了社交霸权的质程呢 更加重要的是有方和我说社交疑问可以逼社交霸权进行资讯 但是方和我说你口中的Facebook社交霸权 在2018年就已经进行了咨询 是有关于社团条例的咨询 就是因为看到很大的运行 然后回到方和 原来社交霸权和微信联资源都会进行咨询 到底你的社交霸权究竟有多有特色可以逼它咨询呢 更加重要的是方和我说在主席一台 不是有BV和Signal在社交霸权升了很多用户 没错了方和几天 几两天 然后Facebook和WhatsApp继续处于这个高位 继续发展重复下转的第一名 我问一下究竟你真的有几乎能够令到其他平台有效呢 所以最后问回到方和方和方 原来三个例子 谢谢各位 不好意思 正方想请问 因为刚才反方台上发明的时候 他没有问到最后那个问题 那是计算他有没有问到问题 三位评判有什么意见 我在他那分钟的讨论里 是听到很多个问号 所以我觉得他有问题 是的 我也听到问题 好 那我们就继续过环节 准备时间结束 请证方主便回答 你有一分钟时间 准备好请说可以 时米时米 可以 叮 各位大家好 今天有方问了很多个问题 首先有方问我方 今天5月15日 WhatsApp那条条例 一样生效了 所以今天有方只看到 生效了这个结果 但没看到它过程 今天说的是 今天WhatsApp公布了条例之后 引起网民极烈的反抗声音 所以他们转向Signal 才会引起WhatsApp延迟了这条条例 更加指明 即使用户你不同意这条条例 也好 最终你一样不会被WhatsApp 铲除了账户 这就代表了WhatsApp的让步 WhatsApp的妥协 所以反问要回方有光 就是觉得WhatsApp的妥协 都不算是有效对抗 但是你要有什么实质的行动 才叫做有效对抗 而更加对比有空问候可行性 华星路那些 就是居高了排行榜两天 之后就没了 之后就拒绝了 但有可能你从来不可以 在两天的数字 就可以行动了这条条例 因为讲讲WhatsApp的疑问 是不可以一触而走 一步真正地做 是要慢慢去疑问 让他们发觉到整个生态 原来生态上面 已经不可以在他们自己创造市场 又要他们知道市场的需要都是个位 台商发文环节结束 轮到政方第一副别 你有三分钟时间 准备好请讲可以 可以 叮 还有位大家好 来到一位置 以三点归纳双方分歧 第一标准 又记得我方台上发文 问过有方 我们的方案 都是想奪回资讯自主权 有方都知道私人的重要性 那为什么我方方案 令到用户可以自己选择移民到什么平台 就不可以 明显今天有方跟我双重标准 第二 霸权转移 有方今天认为社交移民 只会创造新兴的霸权 霸权欺凌用户出现社交移民 我方主便讲过Facebook WhatsApp的例子 正是对社交媒体 市场发出信号 告诉社交媒体和用户知道 用户是有选择权 可以捨棄社交霸权平台 而这些平台为了明显和用户流量 绝对会吸取教训 改变其发货运作模式 更甚至现时出现的社交移民潮 令到各平台前居可降 例如有了Facebook WhatsApp这些例子之后 各平台自然会更加谨慎 避免了发货者的情况出现 第三 成效 今天的变形为实现判断 作为政方 就数两大数个去给大家证明社交移民的成效 第一个例子是香港人都熟悉的高登和联登 当年高登是香港数一数二的讨论区 用户和知名度都很高 而当年高登的管理员因为连番霸权的举止 例如管理不善 多番禁止政治言论等令到网民不满意 结果网民一举移民到新兴讨论区联登 结果高登用换大流失 近日香港01更加有报道局指高登因为广告流失 已经出现财困 正是一个成功的先例证明移民是可以做出成效 甚至我们见到移民去申请法权之后 Signal这些非盈利 麻烦我提出一个例子来说 究竟Signal会因为什么 而去夺取这些用户的资讯地主权 再看第二个例子 媒体研究机构eMarketer在2019发表的文章指出 德国的Facebook用户增长防护 法国的用户更加是首次录得下降0.28 文章也都再指出其中的原因是因为年轻用户 专用其他社交平台所致 可见我们见到社交的移民对于网民的平台 的确是起到一定的作用 法学科同学以上的例子已经证明到成效 有方是觉得先例有研究都不足以证明成效 那究竟怎样才有成效 有方的方案底下 究竟立法的成效有多少 为什么社交移民令到他们有自己的选择 做到有方的标准是说有私信自主权 这样也不要一个好的方案去解决 现在的社交卖权问题呢 多谢各位 接着有请范芳第一副便 请范芳第一副便 各位大家好 今天有方不断强调灭书滥辱资料 Facebook执行长在4月才是美国国会 庭政会说我们不买资料 Facebook禁言有一套规则 涉及色情暴力仇视 本言论都不会允许发布是相当合理的事 并非社交法权 今天有方赞成变题 其实有很多前提 我们组过来看一下 第一有方解释市民有选择权 我方主见和堂上发问 都不停追问 是不是真的可以做到社交移民呢 有方都只是避言不谈 当市民有得选择的事 但愿望下 特定的应用程式 已经成为了市民的生活必需 不是说不动就不动 更深的是 社交移民不是单靠个人做到的事 是要整个社会配合才能实践到 跟市民连Signal创办 亚艾笨状都指 Signal难以完全未代Whatsapp 予料未来用户将会两者并用 可问有方兼用又如何对抗社交爆权呢 第二有方假设社交平台可以互相竞争 有方今天想得很理想 只有多几个社交平台出现 就一定可以对抗社交媒体爆权 但看回以往的例子 当年面书的安全性承议 有用户担心资料外事 于是纷纷着用星星使用加密机制的Whatsapp 单议宴 面书在2014年收购Whatsapp 如果去年Whatsapp再次出现 才有问题 未止强迫暴互同意与面秀 分享个人资料 香港大学中文传语 全国学与助理教授徐洛文坦 当年Facebook收购Whatsapp 曾经成为不会强迫他分享资料 但现在为了利用Whatsapp暂时而实现 而上述的情况 不可能会再改次出现 今天有方过往的例子 成为社交移民只会助长发布 有方觉得现时和以外有什么分别 以至今次的移民潮可以成功对抗霸权呢 今天有个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 逃避 当一个社交平台出现问题 就迁移到另外一个社交平台 但实是一旦垄断的情况没有解决 社交媒体霸权都只会重复出现 因此要真正对抗霸权 我们要做的是夺回资讯自主权 总观全球不少国家主动出币 抗霸权社交平台 例如美国正要求Facebook分散业务 中国政府都提出了强爆反弄 但是宿伺也说支持 чем总观全球不少国家全球不少国家 Encry 发言时间,准备好,请说可以 可以 叮 各位大家好,来到反应,来到正义位置 今天有关原来连罢权是什么都没有解释清楚 我们说Facebook不算罢权 因为它做审查是防止不良资讯 但今天言语审查上面,它在审查中 不是单单我说粗口这么简单 它是连政治意见都审查了 真真正正是不让人发声 所以如果这些都不叫罢权,在有关眼中 什么才是罢权? 更甚者,有什么我们说的呢? 会引发第二个罢权的出现 说要真真正正解决现在垄断的问题 有方忽略了,现在正正是出现了不同的新平台 不是单单只是出现了MeWe 还有Clubhouse等等不同的平台 所以究竟是不是在改变这个垄断的生态呢? 我们正正正是改变这个生态 并不是像有方那样不断创造不同的罢权的出现 更甚者的是,现在长期由WhatsApp主导 要改变这些新平台 就像现在的雨后春色地出现 当有一些不同的平台 他们发大了来做之后 他们这么难得才可以打低WhatsApp的时候 他们究竟会不会有你口中所说 重通覆车,会不会你口中有实例 已经说到原来已经有一些新平台 再做法权呢? 所以今天如果真的有的话 我们再移民,令到他们再懂事件的时候 为什么又不是一个可以做到的利署呢? 第二,我们看看有方口中所说的那些 不断口号式跟我们说要保护私信权 他要做什么 跟我们说一些国家已经开始了立法 但究竟详细是怎么做 你的预计成效有多少 会不会有反达 一个都说不出 而我们现在看到的社交原文 原来已经在做下载量提升 一直都在改变市场生态 为什么你那个更有效 甚至推到最后你那个真的有效 一起做双方都有利署的时候 亦都没有矛盾 所以今天呢,原来呢 再跟我们说的就是第三样 回音场 原来今天里口中所说的Facebook 回音场围绕性更加高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有演算法 他们会用一些演算法 去给你看利子想看的东西 去买一些利子想看的广告 所以原来原本已经有里口中所说的这个问题 而今天mewe不会加剧 因为他们是不辞演算法 原来这里你讲什么的意见 放在mewe上面 两边的人都可以移民过去 因为今天讲的是私隐问题 不单止是正义问题 所以今天原来没有演算法 你口中所说的回音场问题减少了 即你的论点已经不成立了 最后我们就看你口中不断讲的成效问题 第一,我们看究竟这些成效 看人们会不会走 原来英国论性的话 社交法权侵犯私隐 深平堂吸引都有人移民 有方无反到那些利署 甚至没有演算法 没有偷听这些人都回应不到 所以他就跟我们讲 会有不同的问题出现 但他也没有讲清楚这些问题是什么 所以就看霸权会有什么影响 一部例子讲过 高灯转赛的人单导致少了广告快 所以有方从来都不看 实际只是用自己的理论层面 其实看移民有没有成效 还可以有多一个分析角度 移民的都得是哪个 年轻用户消费力同意欲比较强 一直都是广告商对象 而且重视私隐 对新市接受到教官 所以霸权的平台 既然会少了广告 已经有对抗之下 所以不用100%的年轻用 都有作用 多的位置 接着我请反方第二副辩 你有三分钟突然时间 准备好 请讲可以 主席 主席 评判有很多我做的各位 大家好 今天跳跃有和我关架一段讨论 有很多短期间霸权 是透过社交原文收集的资料可以减少 但是这个论点成了 前来是市民会霸药原本的社交平台 但是今天我都指出原来 其实大部分的市民不是选择移民 而是兼用旧的社交平台 和新的社交平台 但是有很多人不承认 现况就是在香港文件文座的调查 都指出 近80%的市民 竟然都在使用旧的社交平台 例如Warsan等等 在全球甚至释怒自己的发起人 外黑人都表示 就算社交的移民 全面预计未来 但他们的用户 都是兼用两个平台 新的平台 根本难取代旧的平台 反正有何 无论是香港还是全球 兼用是实际的状况 那真正移民带来的成效有多少 你和我说有多少人用信号 听到很多人都没有用 你要冷静 究竟在社交移民之后 有多少人霸用了面书和WhatsApp 但是有没有完全很冷静 有如何能够冷静 今天的变体呢 而随而言 比如说 原来社交移民 可以几分到市场的生态 我们说可以把WhatsApp让步 WhatsApp和面书让步 但事实是WhatsApp中国就没有让步 因为在没有出现社交移民之前 WhatsApp就已经说明 会通过他们的政策去私信市民 所以之所以会让步 是私信得出来的结果 而并非社交移民得出来的结果 结束了 以后跟我们说 Facebook会有政治审查 但事实是否这样呢 为什么香港默奘王和南美出的帖子呢 都会有机会被删除 在英国你的保守党和民主党 在面书上面发表的言论呢 都有机会被人禁止的 在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 在面书上面发表的资讯呢 都有机会被人禁止的时候 所以说今天政治审查的真正目的是天坦其中一方 不过面书两边都会禁止的时候 我都不明白 为什么要叫做政治审查呢 还是我们原本所散播的言论是有仇恨性 识程呢 扣了那些言论 就是面书才会删除呢 还是我们真正的政治审查呢 如果想到你会说是政治审查的时候 不如你讨论 面书是不是静候天坦其中一方呢 再来 现在来到言访的位置呢 我们总结全场可以由以下分歧出发 第一 社交移民能不能够做到 我跟前提呢 不停追问 有一个访问之下呢 大部分的市民呢 都是兼用了几个社交程式 未能够彻底做到社交移民 有没有反对不到 那我到底呢 有份赞成前提呢 因为有可能我想得太理想 在社交秩序的认识 生活必须品的年代 使用中国就没有选择权的时候 因此香港中学中文大学 亚太研究所所将 同样显力的产业 不要看好设计 和这会能够击败巨头 成为主流 除非功能和使用网络上 有根本的转变 根本 否则根本没有可能 撑通过目前的大趋势 但是今来 如何肯定社交移民 可以创造另一本书呢 但应对霸权已经逃避 还是对抗呢 今来哪是社交移民 是对抗霸权的有效手段 但其实各国都有 不少社交移民的例子 最后都会成功 失败收藏的时候 今来又怎样肯定 多谢各位 现在进入台下发问环节 台下发问环节 现在开始 请政方派出位便圆着 第一条台下发问 有一分钟时间 准备好请讲可以 可以 正 再一个位置 大家好 方说过移民后不同应用程式 已经让步 Facebook Whatsapp 遗迟用户条款 高登霸权早已被消灭 让步成效早有实证 有方就不停说我方方案做不到 但回力标来得很快 有方说我方方案不可行 但今天有方的反方案是奪回资讯自主权 实际怎样去做完全没有解释过 什么时候奪回 怎样奪回 奪不奪回到 实际奪回后有什么成效 完全没有提过 所以最后想问有方 为什么你口中的资讯自主权 就可能做到有成效 但我方方案就一定认不得了 多谢各位 准备时间结束 请反方 请反方派出外面 原答辩 你有一分钟时间 准备到请讲可以 可以 叮 佛祖各位大家好 今天有方案问我 为什么我立法讨压 但有方和我的社交意外讨压 很简单 因为立法是强制性 各位市民都要遵守 但你社交移民 原来不是每个市民都遵守 原来情况下 大部份市民都是兼容的 原来今天香港文秩建联组 调勤出 香港有80市民 都是没有移民 选择兼用两个同事情式 有方同学 我想问一下 原来只有好少数市民 移民的时候 为什么你会有成效 为什么最终的方案 我说高登和联登 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但有方同学 今天论证高登 为什么是霸权 因为他有产权子 那联登没有产权子 因为联登同样有产权的情况 就是印证了我方一句 大量的社交移民 就是从第二个霸权 有方同学 你是不是面对这个问题 你是不是要斩脚指 被沙发 继续移民下去 并且最重要的是 有方同学 今天以赴说什么呢 Facebook的回音场更加大 即是有方同学 没有反对过 其实VV和LeoSco 都有回音场 只不过是没那么大 可见有方同学 的社交移民 是无价权的回音场 没那么大 谢谢各位 现在请反方派出一位便原作 抬入发问 你有一分钟发言时间 准备好情况可以 评判主席有方同学 在座各位 大家好 有方同学觉得社交移民 可以影响市场生态 但现实又是否这样 例如今年1月 WhatsApp强迫用户分享资料 市民发起大规模社交移民潮 即使大量用户离开WhatsApp 最后WhatsApp都依然通过了政策 有方说WhatsApp延迟了政策推行 但现实是始终也通过了 反问反方如果社交移民有用 为什么WhatsApp不是直接说回政策呢? 有方一顾自己都退 承认社交移民无纳职的成效 反问反方在有方方案下 社交移民要何时才有效呢? 多谢各位 准备时间延续开始 准备时间结束 请警方快速会变完回答 有一分钟时间 准备好声讲可以? 可以 叮 还有各位大家好 今天有方向问 就是要看究竟WhatsApp最终做了什么 所以我们看到WhatsApp推迟了私隐条例下期 这样叫不叫做让步 甚至我们看到的是WhatsApp当然是已经无路可走 Facebook要求它一定要有这条私隐条例的时候 它没有办法之下一定要设立私隐条例 那究竟他们还可以做什么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是WhatsApp继续设立 我们就转场去信号 所以甚至我们看到的是 现在年轻用户他们的消费意欲更强 甚至他们更加着重这些私隐条例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WhatsApp有私隐条例 我们就转场去信号 而年轻人他现在少 不代表未来不行 我们看到随意而言 是年轻人的市场 他们有得选用什么社交平台 甚至以后这个社交平台的市场 就会着重是年轻人主动 所以甚至今天有方和日本都自相撼困 我们说WhatsApp有咨询 Facebook有尊准政治议论 那为什么今天还会继续立法 为什么今天还要去审查不同的Facebook WhatsApp的位置 现在请政方派出其中原作第二条台的发问 你有一分钟发言时间 准备好请讲可以 可以 叮 大家好 有方说立法就行 没问题 但我方正在问 但我方正在问你要立什么法 立多少条 你在哪里立 是不是全球都要立 有方一句都答不了 而有方其中一个反对原因 是移民会造成新的败权 有方主辨的说法就是Facebook会搜查言论自由 将来MIV都会审查 但有方毫无证据论证 所以简单的桌台下 请有方举出现时新兴的社交媒体 Signal MIV Pylar Facebook会 资料 如何审查言论自由的例子 如果没有 有方打算如何认证 论证 未来新媒体如何变成新的败权 多谢各位 准备时间结束 请反方派出委便于回答 你有一分钟时间准备好声讲可以 叮 各位 今天有方学最后这一步 终于为我们反议议 证明了有方学都承认了 其实社交业文真的无效对方 所以希望我们反议有什么 有方学这个问题 不是说我反议有无效 只是讨论社交业文 有方可以大胆承认 我反议无效 但有方同学你那个同样无效 为什么呢 因为有方同学兼用情况存在 今天有八成坤的时候 问回有方同学多少人真的认识 更加重要的是有方同学说 为什么有方可以认证到未来的产生法 我刚刚一早就说了 2014年WhatsApp都说自己不会成立下一个霸权 但最后被Facebook收购 也都成为了今天后方两个霸权 不如有方同学提出 有什么例子 证明了这些社交业文的帝线 不会成立霸权 我刚刚已经指出了 是实际有方同学 为何必定不会成立霸权 各位 现在请反方作出第二条台的发问 有一分钟时间 准备好请个可以 可以 叮 评判主席有方同学 在座各位大家好 有方觉得社交业文 可以改善市场生态 但看过往例子 Facebook发现其他平台壮大 就立即封Instagram和WhatsApp进行收购 可言只要弄断情况没有改善 法权依然存在 有方不断要求我方 论证反方方案 但今天反方论证责任 只是证明社交移民无效就足够 再者反方以后都承认 如果社交移民无效 法权再出现 就可以再移民多 就可以再移民 反问法方打算要市民 社交移民多少次 小姐可以打罢权呢 多谢各位 准备时间结束 请政府派出便员回答 有一分钟时间 准备好请说可以 谢谢 各位大家好 如果我们要认证多少次 但他从来没有论证过 究竟会出现罢权 再出现罢权 有多少机率会出现 今天他只得一个例子 Facebook收购了WhatsApp 而Facebook如何再收购信息 如何再收购信息 更甚至我们今天看到 原来心情台 这么多愚后春想出现的时候 是否会再有新法律 是否再需要移民呢 你要认证清楚 而且他今天就和我们说 MeV我方 原本已经说过 他是因为没有演说法 所以不会出现 你口中所说的胡音场 不要扭曲我方 甚至他和我们说 连灯会删除铁文 但今天 原来高灯所做的是 电人洗版 去说完整的东西 都去删除铁文的时候 今天连灯删除的原因是什么呢 你要解释清楚 才可以认证到这个原因 甚至今天有方 数珠未留 根本就不知道 有没有法律出现 就什么都怕 他连Facebook是霸权 都不敢认识的 所以今天有方在打什么呢 各位 现在是劫便环节 双方劫便有一分钟时间准备 准备时间结束 先请范方劫便同学 你有四分钟放任时间 准备好请说可以 可以 可以 叮 鸡蛋和高厂之间 我永远会选择鸡蛋 评判主席在最后位说 大家好 其实在讲社交话题 我还想起最后一件事 我认识 我认识 到底识验 就是巴勒斯坦 谁是鸡蛋 谁是高厂 我很肯定 作为鸡蛋的译事人 从来都没有同意 面对高厂不能反抗 面对巴勒斯坦 不能对抗 打到我新的提示 鸡蛋撞高厂 值得太过时了 只要鸡蛋不面对高厂 不然存在鸡蛋和高厂 这些就是低成本抗争 可能还可以听完会笑 你不面对他 不代表他不存在 甚至你这样做 其实对高厂没有任何威胁 但这个我觉得今天可能是浪漆 面对社交话题 高厂只能不面对 只能逃避 只能逃避 但究竟对高厂的伤害 真的有很多 要总结论题 可以由其他人出发 因为见实还是理论 第一 因为见实还是理论 有方同学跟他说 社交言文很正的 可以逼迫他们短期内解决问题 因为他会损失利益 但有方同学理论上是这样的 但实际是怎样呢 原来今天我方已经出了 你社交言文之后 Facebook和WhatsApp的下降 仍然是这么高 仍然是绑守第一 我方看到利益损失了很多 最重要的是 可以逼迫他们 在WhatsApp事件上降报 但有方同学 人家那一刻 只是提出问题 提出一个政策 去进行咨询 本来就会这样的时候 我方也不明白 到底社交言文中 是有多大成果 逼迫他们进行咨询 可以逼迫他们 可以逼迫他们 逼迫自己的利润 而发现更加重要的是 因为现在大部分市民 都是兼用 我方已经指出了 无论是香港 还是全球 大部分人都不会选择移民 而是兼用的时候 还会逼迫 那么少数人选择移民 究竟有多大成效呢 第二样东西 未来会变成什么呢 有方同学说 未来可以对抗 可以逼迫他们 自信 就是联登和高登的例子 但我方已经说了 联登 原来也有产阶纸 都有方同学成为了 一方厚厚厚的霸权 什么原因 因为有个人讨论警察 有方同学讨论警察 就要被人讨论 是不是就是他的政治原因 更加重要的是 今天我方同学说到 移民要多少次 才可以解决到政治 社交联合霸权 有方同学说 不肯定 有方同学不如认证 究竟有多大的机会 出现霸权 有方同学说了 因为WhatsApp就答应了 另一个霸权 有方同学说 从来都没有认证 为什么 这些VV 不会成为下一个霸权 有方同学说 可能不会成为 有方同学说 有方同学说 其实大家都没有这个水晶模特 我们不知道未来会备成什么 我方都不知道 为什么会这么淡定 可以说未来 VV一定不会成为霸权 更加重要的是 大家都不在电货底下 大家只不知未来 为什么不在电货呢 今天一个人很口渴 在沙漠上面 他只剩下一点水 这些水 帮他解决不了解学问题 有方说 走多几步 可能将来就会有水 给你解决问题 但以不知到 这一刻他真是脱水 同样的 有方说 未来可能会很好 但又要知道 这一刻 真是对抗不到社交法权 各位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就只是出席 我们中国的美大革命之父 我跟杀菲先生 对抗法权从来都不是可以的 说的是要付出 如果今天以色列学有方同学 对抗法和英国化就是严分 以色列绝对服务不了一个 因为要进入离失所 美国打押去法国 法国打押去美国 美国打押去德国 德国打押去 永无止境 直视永远 对抗法 但实际上是否同学 其实人们不会轻质 你无端逃走 就是一个心不知 就会有七只小羊羊羊羊羊羊羊 帮你对抗邪恶 极权 不是说逃走 而是说抗争 就可以解决 人们每一次争取自由 都是用无数的犧牲同样 今天有方同学说 逃避就可以解决 就可以争取自由 简直是对人们历史上 侮辱 是反复 是亦发展 为什么我们永远 你轻轻鸡蛋那边 不可以随程 都不可以我们阻交 也不可以我需要做得高 因为值得尊重 正如最近很难为一对 只要一直在堅持的人 谢谢各位 接着有请政方杰辩同学 丁 主席评判作者各位 大家好 在社会繁忙的部分里 我们有时候很难面对面地沟通 这个时候社交媒体 就是我们最好的工具 帮助我们社交 但我们需要的是健康的社交 今天我们双方都看到一些社交媒体的霸权 甚至是壟断的情况 发生一些不健康的社交 来到私隐流动问题 而双方都认为是一定要对抗这些霸权 在这种情况下 有个同学就认为社交移民 是会创造新的霸权 所以今天双方最大的分歧 就是社交移民的成效 而在这个分歧下 有个同学今天犯了五个错 我从苏变已经开始说了 不论是短期或者长期 社交移民都可以改变整个社交的生态 令到普罗大众可以保护好自己的私隐 同时都可以保护好大众的选择权 但有方今天选择的 是蒙蔽自己的双眼 但自己什么都看不到 所有社交移民做得到的都看不到 突然自己撒起盲权 有方同学今天就说 即使移民了 都只是创造第二个社交媒体的霸权 所以他的方案才有效 就反映了有方同学 根本就是直线诺识 为什么移民了 就一定等于有另一个霸权呢 当自己的用户移民 这些Facebook、Twitter等的霸权 就会更加谨慎的处置 甚至不是霸权的 都会谨慎的处置 因为不想自己流失用户 以及想吸引更多的用户 那就改变了整个市场 我方的方案 都可以做到资讯自主权 但是有方对了这些企业 是示弱无睹 所以看到今天有方同学 就是双重标准 树打赢了 第二 定义不清 其实要总统 今天有方同学 四个辩论 看到今天有方同学的诺施 非常简单 有方同学 就跟他们说 Signal很难取代Whatsapp 取代才是等于对抗到霸权 社交移民 所有资料都要移过 之后又很难受到大趋势 甚至他们都摧毁了自己的免费 Facebook和Whatsapp 根本就是有尊重用户 又比辩论自由 究竟霸权在哪里 就会担心有一脚踏两船的情况发生 但其实我们看到社交移民 会令霸权的用户 太减少和下跌 所以就真的制造霸权 有效地对抗到他们 而年轻人 之后才会是我们成为的大趋势 所以移民之后就会成为了大趋势 看到有光同学今天 目光非常短淺 而对比起我方四个辩位 都是比有光同学 我方放得更加长远 更加阔 更加广阔 其实 不知道大家这几天有没有去过七仔 大家有没有想过七仔 都是化钱的其中一种 当社会上的大众 都只是常常光顺一间 或者一种的店铺的时候 我们很自然而言 会忽视其他店铺的存在 在香港这件事反而更加严重 就是因为一些当地的小店 是更加容易被忽视不虐 就是因为很少人支持这些小店 常常都光顺一两间大型的连锁店 例如七仔等等便利店 令到这些便利店在市场上更独大 跟社交媒体一样 像Facebook那样 就会形成了一种霸权 所以我们要对抗一种霸权的时候 其实如果我们只有很少人的支持 根本其实就是没用 只不过是灰水居身 其实我们需要什么呢 我们需要的就是更加多人的支持 我们需要的是一起坐在同一条船上面 同一个道理 社交移民 或者目的就是想对抗到社交媒体的霸权 如果只有一至两个人做 很少人做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明白它的成效 绝对难以彰显 但是如果社会上 很多人都觉得大企业 垄断了市场 大企业有问题 要进行社交移民的时候 其实这件事真的可以大规模地 改变到移民 改变到整个市场的生态 影响到整个 所以其实对方截变都成现了 短期也有效 而我看见长期也有效 对抗到媒体的观点 所以我们已经成立了 现在我们请评判 为我们提供一些评语 首先先请纳沙书院中文辩论队顾问 谭仲良先生 你好,大家好 好,好 都挺震撼的 我觉得 昨晚看完ERROR很震撼 今晚看成这样的比赛 感觉都挺震撼 都挺颠覆一些 我觉得我觉得可以 最颠覆的就是反方 说了反方案出来 然后自己抬撼的时候 就说其实我的反方案是没用的 然后就说 不过其实我不需要证明过反方案 因为今天是正方的条片 这个我也想了很久 我用得震撼 我都很不同意这个说法 我可以接受反方案是没有反方案的 即是当正方条主辩 问反方 说反方 你有什么反方案 去对抗到这个震撼的时候 反方可以出来跟他说我没有反方案的 这个是死症 这个世界没有人可以治疗这个病 没问题,是绝症 这个立场我接受到你的反方案 但你不是的,你推出一个反方案 而这个反方案是一个很复杂的反方案 又是美国就要求Facebook分拆业务 欧盟就要求Facebook分享数据 中国就有一条反弄断法 及不知什么防止什么的政策 然后就明明就没有任何资料 没有任何不知道他说的什么 就扔了出来 那正方是很漂亮的去尝试 去拆问了很多次 我都觉得有点厌有点厉害 最初是给很高分 但是他后来再问 你怎么立法,你怎么做 什么时候立法,哪一条法 哪一条法,哪一条法 是不是全部立法 就是问了很多条法 我觉得是正确的事情 但就做多一次 反方就明明完全是不准备 完全没有准备到这件事 然后去到台下竟然走出来说 其实是的,我们说出来是纯粹说一下 我们没有想着去证明 我们都知道是不可行的 不过谈回这个 这个这样的说法 我说的难听些是一个很懒惰和便宜的做法 可能是否可以是这样的 我就不是很接受到的 就是反方你决定说的反方案 找到一些资料出来 然后再跟我说 不是的,我们不知道的 我们没有证明,我们讲一下 我们找到资料涉下大家时间 然后就没有打算去证明 我觉得也不是不负责任 我觉得也挺震撼的 我也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 所以这是震撼唯一 那另外呢 我不知道是我认识不到认识错 还是反方在认识的时候 没有想清楚一些位置 或者认识得不够 但是很多立场我是不明白 或者认识不到究竟他们怎么出的 例如反方,其实警方也有点提出的 就是其实在反方的世界里面 有没有社交媒体霸权的呢? 其实如果根据他的主线 他是有的 因为他讲社交移民 为什么无效去对抗这个霸权 那就是他暗示了、意识了有这个霸权存在 但是他的一副又走出来 他一开始就讲说Facebook做的事情 是不是霸权来的 包括他Facebook,朱克伯格去国会 已经承认了他们是没有买到资料 也都那些言论审 政治的那些所谓的言论审查 或者政治言论审查 也不算是言论审查 那OK的 那你的霸权是什么呢? 我也挺震撼 另外一个震撼位置就是说 反方是否要承认到这样的位置呢? 反方可以打一条线 绝对可以打一条线 这个世界是没有社交媒体霸权 没有社交媒体霸权 傻的,这些是幻象来的 骗不了的 可以是没问题的 但是又不是的 主线都不是这样打 然后有一条我觉得是负线 或者支线的东西 他说其实你正方说的Facebook犯的错误 不算是社交霸权 甚至不算是错误 就好像做了Facebook PR 为Facebook去说看 为Facebook去辩护 我就觉得这两样 除非你很反方 你就要很明显和我说 你口中所想的一个社交霸权 或者社交媒体做的那些坏事 是什么呢? 好像不是很清楚 我又觉得这两件事在你整个论点 在一场比赛里面的时空同时出现 我是觉得有些挺古怪的 我还没想得通 由于将联赛的分子是非常着重 如果我觉得一边的逻辑 合作、策略和内容是不好的话 如果你尝试去研究一下评判的分子 你就会发觉联赛的分子比联中更加夸张 你会把分数拉到很远 所以我都不需要去 我都很明显说我会被谁赢 而我的分距是非常大的 这个大的原因是因为一来我是比较传统的评判 我在联中的分数 我通常都给十多二十分分差 在我来说十多二十分是小的 如果是大的话就真的可以很大的 将分子的结构令到评判是很明显 因为社交媒体是有演算法 所以会令到你自己赢得更适合 所以我认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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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 所以会令到你只能看到自己阵营的言认评认 从而加剧了回音逼效应和回路取乱 这一样东西会令到社会更加不稳定和社会撕裂 我刚才这一段话都是抄你的主编说的东西 我想问和这个问题有什么关系 我到现在都不懂得和这个问题 你好像在打另一条问题 你好像在抄抄 好像上IDB看了一场社交媒体有效 或者无效加剧社会撕裂 或者是社交媒体有效 或者是无效加剧帮助社会运动 那些比赛的论点 和你讲回音逼 你又不是说社交霸权其中的关系是回音逼 也不是说他霸权会做到社会撕裂 还是你在讲这一样东西 所以其实很老实说我听完反方片主编 我都已经很震撼了 震撼到原场 我的评论是这么多 谢谢 谢谢谭先生 接着有请成年中学中文辩论队教练 阮慧杰先生 大家好 承接上上一位评判的评语 我也同意他的说法 就是我觉得今天反方的主线定下来 似乎比正方比较了 认识了一点点 因为回音效应也是我听完之后 我也不太明白 究竟你们如何论证到社交霸权的位置 如果是有的话 我应该这份主编稿要再下多少功夫 去和我们讲究竟 这个回音效应和社交媒体的霸权 如何能够透过社交移民去避免这情况 我也未摸清究竟 这个回音效应是什么东西 但是不知为什么 正方也会有做一个反驳 接下来说到的就是 大家今天在处理这条辩题 关于一些资料上的运用 我想多说一点 因为大家都是年轻人 我想大家应该也有接触过 大家刚才说的社交媒体 我相信 例如说起Miria 或Signal 大家应该也有用过 大家应该知道是有多大的分别 通讯软件就像是 WhatsApp就转去用信号 或者转去用Telegram 但是大家一用开的时候 大家应该是感觉到很明显的分别 就是可能人数上的分别 就是有讲到的 譬如反方心有讲到 就是说 如果有兼容的情况的话 其实是很难透过社交移民 去改变一些用户的取态 譬如是什么呢 例如我自己的人保病 我自己是用开WhatsApp 我自己也很难转去用信号 因为譬如我和朋友聊天 如果要发出一些讯息 我们要去做group project的话 你很难透过信号 去下转一些东西 在电脑的 我自己用完之后的感受是这样的 所以我就会放在WhatsApp 这是其中一个原因 我为什么不去做社交疑问 因为其实每个社交媒体 他们虽然是很类近 但是你看到他们的功能 其实是不一样 例如什么呢 例如如果有用Telegram 的话 其实会有很多那些 叫做资讯版之类的东西 就是几万人追求 然后就是出一些新闻之类 之类的 那这些是其中一个 叫做feature 我们 又或者譬如有些sticker 可以用的 现在那个WhatsApp也有 但是以前来说这些是一些 都挺大的特性 是令到你肯转过去 因为你觉得sticker很有趣 所以你就会转过去用 所以其实我觉得今天想听多一点 就是大家怎么看一些社交媒体 不一样的时候 如何能够令到人 肯去由一个群体 转到第二个群体 就像你们说 高登转年登 就是整族人这样转过去 那没有人用的话 就当然可以做到 就是说社交移民有用 但是当去到一个兼容的情况之后 你怎么能够确保到 一些人是可以转过去呢 那如果有一班人 是好像我这些老饼的人 是sticker不动的话 那你怎么做社交移民也好 你都会有一班人 是这样两边走 那两边走的时候 如果是不方便 就会导致对 就是譬如 今天返婚也有提过 就是那些 下转了APP 用了 又用了两天 然后就不用了 就是因为那些人 不肯转过去 不方便 那这个可以多说一点 那这个就是 通讯那边的社交媒体 另外就是 大家讲Facebook的时候 Facebook是免费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Mivi 如果大家有用的话 应该知道 譬如要开一个社群 跟Facebook不一样 它要收钱 要用一些颜外服务是要收钱的 那为什么Facebook不用收钱呢 就是因为Facebook有广告买 有买过广告的人都知道 你要教 譬如我 试过卖广告 你要调教 譬如哪一个社群的人 你要做到哪些收益 你付多少钱 他就会预计到 你会用到多少日 给到多少人看 这就是Facebook 如果他不收你钱 去给你用这个平台的话 他如果用其他方法去提供一些 提供这些服务 在同时间 他又可以收到钱 就是透过广告 不止Facebook是有用演算法去做这些做广告的事务 那其实Google那些 其实他声称他没有 但是人们都觉得 譬如你说完些东西之后 你在Google就不知道为什么会突然有个广告出来 那也是叫收集数据 那接下来又想说第三个东西就是 我觉得今天大家讨论就是 譬如说 对方的社交霸权 譬如说收集你个人的私隱 或者收集你个人的资料 那些资料有多重要 你是不是觉得那些资料令到你这么不安呢 那有些人是不同意他收集的模式的 有些人是不同意他 就是觉得好像被人监视着很不舒服 但是有些人是觉得没什么所谓 就是你都能上网 有些人都觉得愚作 那所以如果你们去上网 都是找一找资料看到的话 Facebook收集那些资料 或者他所谓侵犯私隱 拿回来的资料 有几多是真的会帮助到广告 有几多是真的纯粹是没有意思的 就是例如有些APP 他拿你十几样资料 但其实它是没有意思的 你会选择不用APP的 原因是因为你觉得那些资料 会对你有影响 或者你觉得那些资料是很重要 你不想逼人 但是如果你今场可以多说一些 就是说这些资料原来很重要 原来他可以透过这些资料来做什么 例如做一些不法的用途 那你说出来就会响亮一点 就好过就好像说有私隱的问题 但是这些私隱是什么呢 会影响到什么 如果只是卖一个广告的话 大家会不会介意呢 大家其实介意是在于广告本身 这些东西大家可以再想多一点 在找资料的时候 可以多说一些在社交媒体霸权方面 究竟他的霸权是霸在哪里 而清楚一点说就是 关于私隱那里他拿了又拿了多少 这些我觉得是今场辩论都不太听到 另外最后就是 说到关于审查那里 今天正反双方尝试演绎的审查 正方就说会有一些政治的审查 其实大家如果再看多一点资料的话 应该知道就是那个审查 究竟审查是什么 例如说 某一个政党的一位执政人 他说的所有东西 他被视为虚传媒的话 他就会删除了 在推特删除 删除了 删除了账户 这些就是所谓的 删除了对方用户的言论 这些政治言论是否偏頗 或者他纯粹是带着一些仇恨 或者歧视的色彩 今天反方有试试说 但我可以多说 究竟他审查背后的目的是什么 如果他审查的原因 只是因为他害怕会带来一些仇恨 或者言论恰当 其实这个的审查 我觉得也很合理 你听下去 所以我觉得 如果可以再说多一点 在社交媒体本身的霸权 如果影响到市民 那就会好一点 接着 再说说 社交移民这件事情 刚才好像上海评判所说 就是反方 出一个反方案 一开始 然后到最后 在台下发文的时候 可以这么轰窗地说一句 我不需要他论证我的反方案 这个真的是 难听一点 虽然你内心是知道 是这样也好 不要说得太直接 因为是挺难听的 听回来 我当时也打了个疼 其实他说的时候 可以再圆滑一点 例如你自己都会 退一晚步来说 譬如今天 就算不可以做到 重视治理学院也好 那 怎样 怎样 这些你偉软一点 说的话 评判会容易接受 就不会这么震撼 听下去 这样的 那 说到反方案 那 我不是很 就是 我不是很明白 今天反方 推出那些反方案 是否在做 譬如美国 他说 诶 譬如说美国 他是 又或者中国 他订立了一些 反壟断法 又或者分拆Facebook 如何帮助到社交霸权 就是 你要说清楚 究竟他那个方案 正在做什么 而你这个反方案 是不是已经在做 另外一个位置 就是 我不明白中国 怎样 用反壟断法 去帮到Facebook 或者WhatsApp 他们本身都用不到 就是 究竟 为什么 会关中国的事 但是你后来都没有说清楚 就是反壟断法 怎样能够 帮助到这些社交媒体 就是 我觉得 某程度上 其实 得到一个社交媒体 或者一个社交媒体 或者一个社交媒体 其实都是 就是 不合理 这件事 所以他的反壟断法 我不明白怎样可以帮助到这些社交霸权 令他那么不合理 就是 我觉得反方案 除了你要 就是如果真的要下 的话 你就可以论证多些 说多些 如果你不下 你收了它 我觉得都没有问题 这一场 你都说得对 是真的可以 不用论证任何反方案 这样 是的 这里有点意见 那就交给下位评判 谢谢 谢谢袁先生 跟着有请可峰中学辩论队负责老师 李梓静先生 大家好 那说两句 那其实我都 认同第二位评判 就是大家说 资讯自主权的时候 其实可以说得深入一点 究竟是个人私隐 还是你的上网的一些習慣 然后会 比如说他收集了一些数据 变成一些赚钱的东西 这样 其实可以说得深入一点 去扩阔那个变态 因为好像有很多时候 我们在辩论场上 我们给很多资讯自主权 好像一个很重要的价值 但是说得不仔细的时候 其实对于讨论的变态 那个推进就没有什么帮助 所以我本身都会期望 可能听到一点 但是就没有了 另外就是 我都觉得 因为其实我自己听反方主编稿 我听到一些微目 除了第二主论有些怪之外 但是其实我以为 你会说着回资讯自主权 那个立法 你会想得很仔细 但是我真的没有想过 你们会这样说 因为我本来想着这个位 会是你们大打的位 然后立法是有强制性 强制性是怎么赢到 现在这种社交移民的群众的选择 但是立法怎样更加有效 我完全想不到大家 没有深入去招 所以这个位反而我本来很期待 但是一路我自己都认识了 为什么一副做不解多一点 二副做不解多一点 所以就觉得这个位置有点奇怪 我自己觉得 我不知道是否因为 我们没有深入看的资料 你们觉得 立法去奪回资讯自主权 本身很难去成立 如果不是的话 其实应该是可以大打的位置 那就变成了有个失望 自己做评判听的时候 另外我自己都挺欣赏正方二副的同学 就是可以比较清晰地将一些 大家就是黎章战在拗的东西 一些定性 例如究竟现在是有了一些社交移民之后 是不是真的有改善生态 还是其实都是救走新平呢 我觉得这个位置是能够有效地 令到评判听清楚 是的 MIV真的减少了回音场 那个演算法 那个例子落得很准 还有去回应对方的反建议的时候 觉得相对没有问题 我自己觉得也很好 还去到最后尾 可以讲得仔细一点 新的社交平台 其实是以年轻人为主力 年轻人分析的切入点 我觉得是做得很好 所以我自己都给了最佳辩论员 但是我觉得正方有个位置 有两个细微的位置可以提一下 就是说到WATSAP 因为好像你们台下答问的时候 说到WATSAP好像避害者 我有点觉得奇怪 就是WATSAP 它是不是被Facebook收购也好 Anyway 它现在已经是做了这个动作 无论你描述它是还是不是一个避害者 就是因为Facebook逼迫它 其实都不会影响件事的本质 所以我觉得这个位置有点奇怪 这样下而已 另外就是台下答问第二个女孩子 其实一直都答得很好的 但是它最后尾结的那一刻 就结结得很古怪 就是没有办法 因为其实你想算 評判比分是整个 听你的逻辑 听你的表现 但是最后尾结的气势 突然间倒下了气氛 那个分有时候都会受到影响 所以可能每次出來都想定 究竟我今天用什麼巨子去結尾 其實對於評判給分也有好處 反方其實我自己是挺欣賞反方結辯的 這些同學們是挺有風格的 不過就是可能太有風格了 有時候就不知道經驗 可能有些經驗可以再補足得更多 例如台上發明的時候 問了很多個問題 但是問不到一個中心的問題 你不是出來打尾筆 你打尾筆是很準的 不過你自己不知道要問什麼問題 其實你出來那一刻要很明確知道 我是出來問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我要問到對方答不到 當你持續這個想法出來 就算你用我們自己教學生的時候 會頭一半時間打尾筆 但是不准有問號 最後就應該有一個很明確的資料鋪張 或者一些數據的鋪牌 然後就下一條很重的尾筆 立刻問自己對方 所以評判聽的時候 你按到問題在中間 然後問題是這麼差的時候 就算你打尾筆打得好 其實分都會低 所以你要很明確知道自己出來要做什麼 另外就是還有兩件事想提一下 就是反方結辯有一下出來說 說說你終於都問我反建議了 哈哈你等於承認了你們的方案無效 我自己做評判很不喜歡這些說法 這些罐頭式的訊息 很多學校都有用的 你問這個問題等於承認了什麼 我自己也算是比較著重邏輯的評判 如果對方只是問你有問題 但其實沒有承認到某些東西 你強行這樣寫的話 可能有些比較少做評判的老師 就會覺得你好有氣勢 但其實我們面超園 可能評判都是比較多打開辯論的人 這些邏輯我自己就很不喜歡 所以自己要留意一下 那個位置是否真的承認了 或者他認同了某些東西 你才要說好 最後其實我看到反方經常都說 WhatsApp的例子 就是說因為WhatsApp是這樣 將來所有事情都是這樣 其實我覺得看得不夠通 如果你問我 我本來預期可能你會再拉高一個層面 WhatsApp只是一個例子 真真正正的論證是 為什麼今天MeV會是沒有回音場呢 因為大家都知道Facebook是有些數據 大家知道Facebook不喜歡這件事 所以大家想找個替代品 所以他一定不會做Facebook那件事 所以MeV才沒有這件事 但是問題就是本質 短期內真的有成效 但是本質任何的企業去到長遠 最後他有一個本質就是要賺錢 所以究竟他有沒有足夠的途徑去賺錢 或者是令到他賺更加多的錢 其實這個位置才是真真正正解釋了 為什麼WhatsApp開頭會是一個取態 然後去到之後他不是避害者 他根本其實他也是想賺多些錢 一間公司 我覺得這個位置看得不夠通透的時候 你連續說三次WhatsApp都會變成這樣 其他人都會變成這樣 其實很明顯就不夠力 所以你應該說回那些企業的本質 是想賺錢才有機會將這個論點推得比較好 其實我自己覺得大家 現在無論是早上和交通其實都挺有趣 所以今天早上都聽得挺開心 多謝大家 謝謝李先生 現在宣讀比賽賽果 今天的辯題是 社交移民能有效對抗社交媒體霸權 正方天主教崇德英文書院 反方崇真書院 今天的最佳辯論員是 正方第二副辯張苑正同學 今天的賽果為3比0 由天主教崇德英文書院勝出 歡迎 恭喜